超近的 啊哈哈哈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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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我們已經安全著陸了 沒錯 我們現在來到了愛寶樂園 今天呢 我們來這邊很開心 收到了KKD贊助 KKD 好棒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樂園 很像六福村 有動物園 也有遊樂設施 那我們今天呢 除了看動物之餘呢 也順便帶大家了解一下 這些動物的韓文名字 要怎麼說唷 呵呵 有沒有人想看啊 不管我還是要叫 愛寶樂園 號稱首爾迪士尼 我們趁萬聖節的尾巴 來體驗一下這次季節限定主題 樂園內除了許多恐怖的裝飾 還有很值得看的表演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部分 是動物王國 看什麼樣的臭人類 猴子 猴子除了擅長在樹林間 盪來盪去之外 也是靈長類動物 聰明得很 可是不會輸給你的喔 不會的英文 是won 所以 won su ni 猴子的韓文 叫做 won su ni won su ni 你們看到馬 這一區 這一區就是騎馬區 馬的韓文呢 其實跟中文 有一點點像 馬 馬 馬 把那個 要出來 接下來介紹這個 讓我排了一個半小時的設施 非洲草原冒險車 無柵欄的園區 讓你與野生動物 零距離的接觸 無柵欄的園區 零距離的接觸 阿巴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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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羊 可想而知 羊的韓文 就是羊 大象的力氣很大 真的 所以大象的韓文 就叫做 五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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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超刺激的 長頸鹿竟然直接把頭伸進車窗 完全就是直接的摸到它的距離阿 長頸鹿的韓語很簡單 跟台語很像 好啦 我知道其實大家連台語是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這真的是一個平常沒有人會講的字啦 順便來教一下 長頸鹿的台語 きりんろ 韓文呢 就直接叫做 きりん 接下來是 危險動物區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危險動物區 危險動物區 就是 公民事業很危險嘛 所以呢 我們的這輛車就是 有加裝這個 獵槍阿 等等的一個安全設備喔 看我的表情就知道 我現在很緊張 那我們出發吧 我們很幸運 排到了晚上的場次 雖然拍攝起來 品質可能差了點 但實際坐在車上的FU 超讚的喔 感覺黑暗中 隨時都會冒出什麼 哇 沙甲 沙甲 他要給我沙甲了 好大喔 獅子 買東西很喜歡討價還價 所以 韓文就叫做 沙甲 沙甲 我是老虎 我最愛護人了 你護誰啊 你啊 所以老虎的韓文就叫做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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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了 接下來是本園區最可愛的動物 小熊維尼 這裡的熊還會站起來跟你打招呼喔 小熊維尼等於習近平 習近平等於中共 所以熊的韓文就叫做 等一下 不對耶 這搞誰寫的啊 哇 時間過得好快 晚上的園區也充滿了 Zombie Zombie的韓文就叫做 Zombie 愛保萬聖節就是這麼好玩 哇 那是精彩 刺激豐富又好玩的影片呢 哇哇哇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剛好又學到了一些韓文的話 幫我在底下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每個禮拜 我還長得有點好玩的影片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